有台媒报道说 岛内个别台独组织推动所谓制限公投 已经完成第一阶段联署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4月28号应询时表示 台独组织搞所谓制限公投 其目的是什么 大家都心知肚明 台独是历史逆流 是绝路 朱凤莲强调 台独分裂活动严重损害 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严重威胁台海和平 只会把台湾推向极其危险的深渊 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难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 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组织 任何政党 在任何时候 以任何形式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 从中国分裂出去